时时车子无常 我们到处都看到时时车子无常 生不加亚 我们无时无刻都必须保持时时车子无常 生不加亚 佛陀有很多次被问到 关于时时车子无常 生不加亚这个问题 他一再重复地说 人们一再地问佛陀 为什么这么重视觉知萨迪 这么重视时时车子无常 生不加亚呢 萨迪是什么呢 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 佛陀都回答 当人们问到觉知萨迪时 佛陀都一再重复 这表示 萨迪和萨迪加亚一定是在一起的 对禅修者而言 如果没有时时车子无常 生不加亚 这就不是萨迪觉知 举例来说 马戏团的女孩走在钢索上 她对每一步都保持觉知 但并没有时时车子无常 没有萨迪加亚 没有智慧 她没有觉知到生灭 所以不可能成为阿罗汉 或虚头环 虽然她一直保持觉知 保持很好的觉知 却仍旧不能超越所有的痛苦 所以 每当有人问佛陀关于觉知这个问题时 她一定会提到 萨迪加亚 实时车子无常 有人问佛陀 实时车子无常 萨迪加亚的问题 她会有两种答案 一种是以智慧去了解观察 感觉到感受的生起 田流局灭去 感受的生 助灭 比如说 沉静 相对耳根而言的声音 对眼根而言的影像 他们的生 助灭 又比如说 有评价作用的 想 三亚 的生 助 灭 一切都是生 助灭 讲到一根的所缘 我们称之为法 心中生起的法 每一个心中生起的法 会和感受同时生起 可见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谈到 萨迪加亚时 一定是指观察到感受的生灭 生灭 这是他所说的第一种解释 有时佛陀也会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像下面一段的经文 每当来回行走时 萨迪加亚 看着正前方或是侧面时 弯腰或伸展身体时 大衣吃拨时 吃喝 咀嚼或肠胃时 都萨迪加亚 大小便利时 正在行走时 站立时 坐着时 躺下时 不管醒着或睡着 正在说话时 安静时 无论身体做什么时 一定要有萨迪加亚 所以 萨迪加亚的第二个意思是 持续地保持萨迪加亚 佛陀说明萨迪加亚的第一个意思是 觉知感受的生灭 第二个意思是持续不断 在另外一部经典当中 他说到 比丘非常精进地拥工 他时刻时时刻刻 不失三不加亚 每一个姿势 不管是坐着 站着 走着 吃东西 或喝水 他都清楚地了知 了知什么呢 了知感受的生命 他成为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 从最初到最未细的 关于身 心 所有的感受 感觉 全部的范围 因为他已经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 并且超越了这个范围 而成为阿罗汉 他死了以后 就不会再回到这个生灭的范畴 所以 在佛陀的教导当中 萨迪加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了解佛陀所说的萨迪加亚 就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并不想指责其他的宗派 但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现在所做的 有时 翻译会引起很大的困扰 就像前面我们讨论过的 Sati Balimugang 常常被翻译成 把觉知放在面前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事实上 Balimugang 是指嘴巴周围的部位 因为在这里 才能感觉到呼吸的进出 如果只是说前面 一般人会以为 只是想象把觉知放在面前 这种模棱两口的说法 会产生困扰 同样的 萨迪加亚这个字 常被翻译成 清楚地了解 清楚地了解什么呢 这是一种令人混淆不清的翻译 比如说 后来应用在走路上 别人会以为是 清楚地了解走路的每一个细节 把腿提起来 向前移动 把腿放下来 提起另外一条腿 等等的 或是关于吃饭 洗澡的每一个细节 把这些粗糙的细节 当成是清楚地了解 这会产生极大的混淆 佛陀说的是 做每一件事都应该保持 实时车置无常 萨迪加亚 并且他说得很清楚 萨迪加亚是了解到感受的生起 停留 灭去 如果遗漏了佛陀所教导的这个部分 那么整个的方法就完全被染污了 另外 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 必须牢记在心的是 佛陀提到躺下时 他所用的字远是 睡着或是醒着 睡着时怎么能感觉到感受呢 刚开始修那一关时 我们叫学生说 熟睡时没有办法去感觉到感受 是没有关系的 其他清醒的时间 则应该保持对感受的觉知 但禅修到很高的阶段时 就没有我们平常讲的睡眠了 虽然以实际的来说 我们躺下来 让身体完全的休息 可以视为熟睡 但那时候 他的内心是保持觉知的 觉知到感受的生起灭去 无常无常 随后起床了 有如深睡结束 精神百倍 这是一种很高的修行阶段 来上课的人 会开始列为的体会到这些 许多学生告诉我们 他们整夜或是大半夜 睡不着 但白天精神还是很好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即使是睡着了 他仍然保持实时彻置无常 深不加揚 觉知感受不断的生命 要明白有一些段落 一些句子是不断的重复 比方说 佛陀讲到 观身的那个部分当中 有很多部分是用相同的句子 不断的重复来贯穿的 第一句是 同样的 在观受 观心 观法的部分 也有这句话 表示不管在观身 观受 观心 或观法时 都要一直 实时 保持 彻置无常 佛陀也重复 其他的句子 无论做什么事 一定要观察 生起 灭去 即同时 观察 生灭 然后 是内部 外部 和内外同时 以及 只有了知 只有绝照 等等 继续看下去 每一段都一样 这证明了 修内观时 无论是 比较重视在 观身 观受 观心 或者是观法上 都一定要感觉到 感受的生命 实时彻置无常 这个重点 绝对不能遗漏 否则就无法 有进一步的体验 举例来说 高原上有一座佛塔 在缅甸的高原上 有很多这种的佛塔 东南西北 各有一座楼梯 可以爬上去 有个人走了好久 到达之后 看到东边的楼梯 就开始爬了 另一个从南方来 也从南边的楼梯 开始往上爬 等等 无论从哪一个楼梯 爬上去 他爬到了佛塔的回廊 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 都能够往内进入大殿 所以 尽管开始的路线 看起来并不相同 但都是在导向目的地的 共同的基础上 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 重视观身 观受 观心 或观法 但对于感受 这个共同的基础 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 到达目的地时 每一种不同的方式 就可以搁在一旁了 我们的传承最终是感受 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 一定都会有感受在 因此 虽然感受是在身体上的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感受本身 因为借着感受 就不会忘失 实时撤之无常 如果不忘失 实时撤之无常 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向 解脱的最终目标 大家要记住 理论巴里亚迪 也就是研读这部经典 只能引导你正确的方向 给你启发 但是要获得利益的话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践 巴迪巴迪 然后接着是动见 巴迪违达 这种穿透的智慧 可以去除无名的遮连 不断地分离 剖析 分解 消融 而清见了关于身 关于心 关于心中升起的法 的究竟实相 帮助你体验到念 现在 我们仍然在 身念柱这个范围内 四个范围是 身念柱 受念柱 心念柱 及法念柱 一开始 可以先把重点 放在这个 四个念柱的 其中的一个念柱 但当我们开始 深入之后 这四个念柱 是无法分开的 而即使 只是在身念柱的部分 也都有不少的段落 我们可以从 任何一个段落开始修 但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一定会 达到一个重要的阶段 不管你是修身念柱 把全部或大部分的重点 都放在身体上 还是放在受念柱 心念柱 或法念柱上 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你必须达到 这个重要的阶段 也就是 当你开始体验到 不断地生起 不断地灭去 接着 你必须达到 这个阶段 观察 即生即灭的现象 同样的 你必须经过 Ajata和Bahidda 内部和外部的阶段 接着是 内外同时 这是Bangga 消融的阶段 这个时候 一切都消融了 你感觉 整个身体 只是一团 快速生灭的 威系的震动 没有实质可言 你在进一步深入 清楚地了解到 哦 这是身体 就只是身体 或者 这是感受 就只是感受 感觉到感受 哦 这是心 就只是心 以及 这是法 就只是法 你不再 错误地认同 自我 因为并没有我 没有我的 没有我自己 你在深入深入 不断地深入 到达 只有觉知的阶段 只有了知 只有觉知 如此而已 既不做任何的价值评断 也不升起任何的习性反应 就只是觉知 你只是觉知而已 只有了知 了知不断生灭生灭 如此而已 你越来越能够保持 这种只有觉知的能力 就会有越来越多 根深蒂固的习性反应 浮现到表面 当然 即使在较早的阶段 只要是你对感受 保持平等心 习性反应 也是一样 一直在浮现出来 你摆脱了贪 摆脱了撑 当下的这一刻 这也意味着 这个时候 你没有产生新的习性反应 对于这一点 佛陀在他另外一部经典中 说道 修行者不再产生任何的造作 不再有习性反应 不再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所有过去累积的不敬烦恼 都从心里面清理出来 这就像有人在梳理棉花 把棉花里面所纠缠在一起的结 都加以清除 棉花里面的泥土都被清出来了 而每根纤维都分开来 把烦恼从心里面梳理出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把里面的不净杂质 经由这个梳理的过程 清除干净 当你在这条路上越来越深入 觉知和平等心越来越稳固 并且能将它们依次维持越来越久的时间 然后很深的不敬烦恼 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 只有在到达Banga消融的阶段之后 很深的不敬烦恼才会浮现出来 但这种消融必须具足平等心 否则深藏的不敬烦恼不会浮现出来 你必须停止在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这样旧的习性反应 才会浮现到表面 如果你继续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那么旧有的习性反应 就没有浮现出来的机会 你只是不断地在累积造业 所以呢 这整个方法就是要停止 在造作新的习性反应 这样旧有的习性反应 就会自动地浮现到表面来 如果你继续保持平等心 那么一层接一层习性反应的夜席 都会被剥除掉 自然的法则对我们很慈悲 法对我们很慈悲 一开始这些不敬的烦恼会浮现出来 这些过去习性反应的夜席会浮现出来 这些夜席就是造成我们会出生于恶道 受尽苦楚的原因 这些促重的夜席会先浮现出来 并且被根除 一层接着一层 一片接着一片 你保持觉知 保持平等心 不断地保持觉知和平等心 这些习性反应的夜席浮现到表面 然后灭去 这些习性反应的夜席消除的越多 你就越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当所有这些造成你堕落恶道的 深层习性反应的夜席 全部都浮现出来 并且灭去时 这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成熟 达到平等不动 这时候 你就可以超越身心的范畴 在几个插挪 几秒钟 或几分钟的时间内 第一次见到涅槃 这是超越身心究竟实相 之后 你会再回到这个身心的世界来 但 整个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生命当中 所有跟恶道频率相应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都已经根除趋近了 而产生这些夜席的习性模式 也彻底的摧毁了 你不再会有这样的行为 因此 你现在不会再造作任何会使你将来堕落恶道的夜席 这样的人就称为总性者 从总性者就可以挣到虚脱还果 Sotabanna 总性者是什么呢 你的总性改变了 阶位改变了 一开始 你是凡夫 一旦你经验到涅槃的境界 你就成了圣者 阿里奥 后来从阿里奥这个字 而有了阿里奥 亚利安 这样的种族的称呼 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 这个用语和这个或是那个的种族 是没有什么关系 任何人都可以称为阿里奥 当一个非阿里奥变成了阿里奥 这是指一个人 从凡夫变成了圣者 Sotabanna 这个字当中的Sotas 是河流的意思 你落入了这条河流当中 而这条河流将会带你到达 完全解脱的最终的目标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止你得到完全的解脱 你可能还要出生一次 或者在这一辈子就得到了完全的解脱 你可能还要出生两次 或者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最多七次 不会超过七次 你一定会成为阿罗汉 完全的解脱 正到虚头环这个果位的人 还是以同样的方式修行 精情觉知 实时彻之无常 接着更深一层习性反应的夜席 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 它们浮现出来并且灭去 它们浮现出来然后灭去 浮现出来然后灭去 之后当你再一次的体验到涅槃境界 这是更深的涅槃境界 当你从涅槃中出来 你又回到身心的世界 回到了生灭的世界 但你已经不一样了 从Sotapanna 预留果 并开始根据更进一步的更微细的不尽烦恼 根据这些会造成我们生生世世 痛苦的不尽烦恼 生死的轮回仍然存在 你还是不断地保持平等心平等心 去观察这些不尽的烦恼 现在你所证入的涅槃更深了 这时你就证得了 阿拿嘎米 阿拿含果 不还果 这个不还的果位 意味着你会在这一辈子 就证得阿罗汉的最终的果位 或者你只会再出生一次 但并不是再出生在这个欲界 你会出生在很高的翻天的天界中 在那里证得阿罗汉 获得解脱 这个达到不还果位 正入不还果位的人 再回到现世生命身心世界中 他在继续地修行 精情觉知 实时彻之无常 根除更微细更微细 更微细的夜席 根除还会使人出生一次 最微细习性反应的夜席 最后不再有任何会使人 出生受苦的夜席 这时他所证得的夜帆境界 就是阿罗汉完全解脱的果位 可能在这一辈子就达到 也可能在未来世中达到 但修行方式都是一样的 精情觉知 实时彻之无常 Satima是觉知 是直接的体验 Sambogano是实时彻之无常 是观察感受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的智慧 直接体验是指 直接体验到感受的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这指的虽然是身体的感受 但心也是有关联的 因为身体它本身是无法感觉到感受的 心才能感觉到感受 所以呢 这当中是有心在作用的 但感受必定是在身体上 佛陀对这个情况做了一番很好的描述 他以天空作为批语 就像天空中生起各种不同的风 这些风生起然后灭去 它们生起然后灭去 暖风冷风狂风围风 充满灰尘的风 清净的风 各种不同的风生起然后灭去 他又说 同样的身体上不同的感受 也不断的生起然后灭去 它们在身上生起然后灭去 在身体上 我们继续不断的观察它们 观察这些身体的感受 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修行者精勤的修行 这是整个修行方法的要点所在 你不能忘失时时车志无常 你必须日夜都保持时时车志无常 这样的人成为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体验了整个身体感受的范围 当你在对峙很粗重的习性反应的夜袭时 是感受 当你在对峙比较微细更微细更微细的夜袭时 也是感受 这种的感受粗重的 微细的 热受 苦受 各种不同的感受 之后你超越了感受的范畴 你体验到感受的全部范畴 你从所有的 所有的不尽烦恼当中解脱出来 因为你经由不断地保持时时车志无常 探究了整个瘦的范围 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正法中 而当 当他死的时候 由于他对感受的了解已经到了圆满的地步 这个人在死后不会再回到感受的世界 这个人完全解脱了 对于解脱而言 这是一条完整的道路 时时车志无常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精勤觉知 时时车志无常 如果一个人只是 阿达比精进 非常非常努力地修行 但并没有正确地修行 那么 只是精进用功是没有帮助的 一个人可以Satima保持觉知 像马戏团的女孩那样 时时保持觉知 对他两脚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觉知 但这样并不能解脱 精进觉知 这两者必须加上时时车志无常 三不加弄 必须经验到这些感受的生灭生灭 以具足平等性的智慧 了知不断生灭的现象 这样才能让人解脱 因此要把这一点谨记在心 我们现在继续下去 你可以从观神念著 这个部分的任何一个章节入手 每一个章节本身都是完整的 你从任何一段开始修行 不断地修行 你会达到 同时观察内部外部的阶段 而你保持着平等心和觉知 只有智慧 只有觉知 以这个平等心 你超越了整个身心的范畴 所以在每一个章节当中 最后的几句话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 我们从观呼吸这一个章节开始 我们以观呼吸的方法用功 观察气息的进出 接着我们转换到观受念著 观察身体的感受 当然在每一个章节当中 只要我们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就会到达这个阶段 你一开始是以坐的姿势修行 只是坐着用功 然而下一个章节也很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都坐着 你有时必须站起来 有时必须躺下 有时必须走路 所以对于这个四种的姿势 都必须不断地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四种姿势都必须如此 接着是第三个段落 对于你身体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必须不断地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不只是行、住、坐、卧的各种姿势 就连吃东西、喝水、说话 或保持沉默都必须时时测制无常 在你做的每一件事 你的每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24小时接连不断 都要时时测制无常 三不加娘三不加娘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 精、勤、觉知、时时测制无常 这三者都要同时存在 因为这三者和身体的活动息息相关 这三者和身体的活动息息相关 这三者和身体的活动息息相关